长期关注我们的YouTubeChannel 或者是我们网站的朋友都会发现呢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未公开的新车消息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去Google上面搜索一些资料 有时候搜索一下搜索一下就会看到全新的新车出现 在最近呢我在上网搜查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一款新车的消息 在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辆新车的开发代号就是Toyota Vios第54B 大家可能会觉得Vios不是发布了很久的咩? 因为这么有新车型? 要告诉大家的是目前在贩售的Vios呢 它的开发代号是D92A 可以发现到两款Vios的代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款车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GRX版本 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来揭秘一下 这个Toyota Vios D54B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在影片的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还不知道BH Petro E-Card App是什么吗? 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了解了 只需要现在下载这个BH Petro的E-Card App呢 然后注册用户 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 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等待你来兑换 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 电子产品 还有厨房用具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呢 来换取这个打油的优惠券 BH Petro的机油 还有BH Petro Mark的独家商品 还有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 Automatic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积分 BH Petro The Right Choice 首先呢跟这个D54B一起出现呢 还有一款叫做Toyota D03B的车型 这个我们等一下才讲 我们先讲D54B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Yaris Cross呢 也就是Vios的SUV版本呢 之前在印尼市场发布的 也陆续登陆了泰国跟菲律宾市场 这款车跟Vios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它多了一个混合动力引擎 目前的Vios在马来西亚 只有一个引擎可以选择 就是1.5公升的DUO VVTi自然进行引擎 然后匹配DCVT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你讲它很强它不强 你讲它很弱它又不弱 就是中规中矩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6PS 峰值流率表现138Nm 官方表示它的0-100实测大概是在11秒左右 放在目前的V-Segment车款里面 这个数据确实说不上多优秀啦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讲 Vios为什么不要出一个特别有利的版本 或者是一个运动版本 而这个D54B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版本啦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呢 这个D54B也会采用跟前面提到的 Yaris Cross一样的引擎 这个Vios D54B呢 它采用的引擎代号是 2MR VEX 也就是一具Arkinson Cycle的引擎 通常Arkinson Cycle的引擎都会配备电机 也就是一个混合动力专输的引擎啦 如果我们以Yaris Cross的数据来看呢 这两车会配备一个0.7千瓦时的电池 然后再匹配电机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109PS 我相信看到这边啊 就会有朋友讲 你讲109PS跟106PS有差很远呗 其实它们还真的差蛮远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这个是因为它结合了混合动力的电机的关系 因为电机会有及时扭力 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呢 它的加速会比自然进去版本更快 当然在国外呢 也有朋友已经为这个Yaris Cross进行的实测 它的0到100加速是11秒 你可能觉得好像跟Vios差不多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了 Yaris Cross的轮胎跟车重呢 都比起Vios重很多 所以如果讲它在这个Yaris Cross上面 都做得到11秒的话 那么在Vios上面可能就是10秒 甚至低于10秒 所以这个混动版本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然后重点是根据海外媒体测试呢 这个Yaris Cross的Hybrid版本呢 它在实测油耗可以拿到20km per liter左右 同样的放在更轻的Vios上面 我相信做到一个22、23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省油才是王道 你讲对不对 重点是它可能会又有力又省油 而在泰国方面呢 也有消息指出这个Vios D54B呢 会跟着一个GRX的空力套件一起推出 我相信经历过这个Vios 3.75的朋友 应该不会陌生 这个GRX呢 不像以前的TRD 只是给你个body kit帅罢了 它除了body kit以外呢 它在这个动力的系统呢 跟着悬吊部分也有进行设定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会超越普通版本的Vios 开过第四代Vios的朋友呢 应该会很了解它的操控表现 其实还不错的 所以我个人也还蛮期待这个GRX的进一步强化操控的版本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enjoy操控的人 所以我对这个操控好的车子是特别流行的 因此这个Vios D54B呢 我觉得它在未来呢 应该会在马来加引起话题 而且重点是我会很喜欢这款车 除此之外呢 我挖到的信息还不止这些 这一款车已经确定会在Toyota 位于Puket Raja的工厂生产 也就是讲它是CKD的 CKD代表它可以获得一些税务的减免 如果说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车型 再加上CKD的话 那么价格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考虑到目前的Vios 在卖着9万5千块左右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混合动力版本的Vios呢 应该会稍微贵一个1万块左右 也就是讲它的价格应该会低于11万 不知道大家觉得 大概是10万5千块左右 买到Vios的Hybrid 动力更加操控更好 会不会划算呢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以上呢就是第54B的消息 我们的影片内容 我忘记了 刚才有跟大家讲到这个D03B 对不对 我现在要开始填坑了 要讲的就是刚才讲到的Toyota D03B 其实这款车就是Yaris Cross啊 当然讲到Yaris Cross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讲到它在马来西亚的发布时间 大家应该就心痒痒了 对不对 同样的在我去搜索资料的时候呢 也有发现Toyota D03B的信息 诶 Bro 你在看什么 哦 我在看我的BH Petrol E-Point可以换什么物品咯 你看 有吸尘机 有吹风筒 有厨房用具 还有智能手机咧 还有哦 你可以用积分换这个打油的优惠圈 BH Petrol 的引擎油 还有BH Petrol Mark 的这个独家商品 应有尽有 哇 那么好的 打油打风 又或者在BH Petrol Mark 消费 就可以换东西 哪里看的哦 要会员费的嘛 很简单不用申请不用会员费 你只需要在Apple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就能在你每次打油的时候 累积积分 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 在BH Petrol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 除此之外 最新的优惠和邮价更动 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 App 看到 还有还有 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 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X Automagic 就能获得额外的100积分哦 赶快下载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基本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 哇 这个智能手机我想要很久了的哦 那我也马上去下载啦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根据消息指出呢 它会在2024年的第二季度在马来西亚发布 同样的也是以这个CKD的方式贩售 我觉得 我的猜测 它的价位大概是瞄准Honda HR-V 1.5s 也就是1.5自然进气的那个版本 所以它的预计价格大概也是会在11万左右 甚至呢 它的这个起步版本呢 可能价格会低于10万马币 我个人觉得这个Yaris Cross呢 会是明年UMW Toyota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款车型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讲三次 当然关于这款车的详情呢 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回我们之前 关于这个Yaris Cross 或者是Produa D66B的影片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赞订阅